这是电影画面最好看的伊朗电影 导演应该是爱及了这片故土 才能将一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剧情片 拍得如此唯美又动人 1996年 伊朗电影大师莫森马克·马尔巴夫 自编自导的摩坦上演 本以为这是一个类似于阿拉丁神灯的童话故事 却不想导演借着拍电影的名义 不但续写了一个感人的爱情神话 还将家乡美丽又质朴的风景 和游牧民族的民俗文化 以及盛誉国际的波斯地毯手工制作流程 都一一展示出来 让观众在观看这部电影时 除了能看到一个真挚的爱情故事 观摩到西亚游牧民族的风土人情 还能享受到一场极致唯美的视觉盛宴 那么摩坦的电影画面到底有多美呢 首先来看看那些透露着淳朴的美丽原影 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里 一直觉得西亚是一片荒凉的布毛之地 直到看了摩坦里 羊马成群的青青草原 开满鲜花的浪漫田野 篝火四起的人气山谷 映衬着蓝天的潺潺溪水 以及铺满波斯地毯的白色探土 才觉得西亚也如我所处的平原一样 美丽又丰富多彩 而在如此美丽的景致里 还有一群穿着艳丽的游牧民族 他们的服饰 也是这片土地里最靓丽的风景 女孩子们的服装 一般由头巾加长桃架半裙组成 头巾一般有两层 一层是质地很轻薄的半透明网纱 上面坠满了闪闪发光的亮片 网纱很宽大 除了能包住头发 还能包裹住整个上半身 但并不蒙面 另一层是质地稍厚的布料 折成长条以后 从额头绕到脑后打成结 这种独特的佩戴方法 既能让头巾好看有层次感 还能确保头沙挡风 又不被大风吹走 女孩子穿着的长袍色彩都很艳丽 很宽大并长脊脚踝 两侧会有开叉 一般会开叉到腰脊 露出里面有着大裙摆的半裙 这一身靓丽的装扮 无论是身处青青草原 还是一片白沙无际的荒漠 都美得惊心动魄 这些靓丽的游牧身影 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小孩子们会依偎在简陋的帐篷里 跟着老师读书洗字 女孩子们会吹起一个个羊皮筏子 躺江过河 等到草原变黄 春去秋来时 他们还会随着大部队 从一个栖息地 迁徙到另一个栖息地 而这些镜头里导演记录最多的片段 就是游牧民族 手工制作波斯地毯的流程 这种寿命可以长达百年 海极鲜花制作天然染料 再到支线染色将洗亮晒后 一缩缩支撑美丽的地毯 这些繁琐的制作流程 导演都用细腻而美好的电影笔触 一一刻画了 好像这些游牧民族 知的不是地毯 而是关于他们生活的美好篇章 就好比电影魔坦 也不是在拍一部电影 更像是一部 记录西亚游牧民族的风光纪录片 却比一般的纪录片 更有电影的故事框架 但无论叙事结构怎么变化 魔坦都是一场完美又质朴的视觉盛宴 导演能在讲故事拍电影的同时 还能认真地传播故土的风情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传送的 感谢观看